學生會週年大選風波持續 在3月5日下午 文學院學生會外務副主席吳偉嘉 和處理行政秘書胡逸禧 在學生會辦公室張貼告示 公佈週年大選補選事宜 期間 學生會Event Manager林家俊上前阻止 剛才他撕走了不少的notus 不知道他有沒有諮詢過任何職員的意見 然後他指處理行政秘書胡逸禧 是一個基本會員 A.J. 我跟你講了很多次 你這個坦克是不能反擊 為何不能反得不好 請你不要再以處理行政秘書 請你出回這個辦公室 之後吳偉嘉再次張貼告示 但林家俊表示稍後也會再次清除所有告示 本台拍攝期間 林家俊表示校園傳媒已經落莊 認為校園電視不應該在場拍攝 提出多次就是你們不要在場拍片 不要在場拍攝 拋完傳媒已經落莊 這個也是很明確的 我們發了兩封 warning letter 你收不收到? 你收到的 warning letter 是 背了意見前 請你不要再公佈事實 本台記者 曾經嘗試聯絡前學生會會長 陳冠康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了解 校園電視現在是兇裝的 我認為是不合資格的 如果你還有其他一問 其實你會不會想解釋 為什麼你會取消了 Jason 的兩封 warning letter 我現在卸妝了 你還想問什麼 第一你又不是合法的校園傳媒 第二我已經卸妝了 我又不是很清楚想問什麼 因為你取消 warning letter 的時候 是你還沒落莊的時候取消的 事實上 第十二和第十三次評議會緊急會議 已經根據學生會憲章委任 胡一熙處理行政秘書 以及黃仲朗、李子健、林靈志 和李啟業為處理校園電視幹事 直至補選結束 評議會亦通過 週年大選補選提名期為3月6日至3月13日 補選將於3月25日至28日舉行 將選出本年度學生會幹事、補選評議員、 校園電視、學院 以及10個院務委員會學生代表